哎 小龙老相 您好 这不是我们乾隆爷吗 我是假皇上 这是甄院长 咱们坐吧 对啊 你看山院长 刚才您又提到了这个乾隆 所以我也特别想了解一下 当年乾隆 乾隆那个时代的时候 这个中轴县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他当皇帝的时期 紫禁城建筑的扩建 改建 重建 翻建和修缮 就从来没有停过 很多紫禁城的改变是在他这个时期 比如一登基 他就开始改造他曾经居住过的中华宫 到了乾隆七年的时候 他就建了非常著名的建福宫和建福宫花园 乾隆十四年的时候 他就在西部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 藏传佛教的叫宇花阁 到三十六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准备 作为太上皇 他的居住和场所 盖了零售工区 其中有一个乾隆花园 乾隆三十九年 大家知道他建了一个大型的长书楼 就是文元阁 其实除了在紫禁城里面 他在外面在中轴县有很多作为 比如像景山的建筑群 像寿黄殿也是在他这个时期建起来 像天坛的扩建 所以他对于中轴县来说 留下了很多他执政期间这些印记 你看这个山院长这个对 这段历史的了解 甚至是对故宫的这个历史的了解 太丰富 但我乾隆时期的 我了解的还不如乾隆皇帝了解的 不不不不 我有机会 我如果还有机会再去 饰演类似这样的角色的时候 一定要跟您请教请教 真的 像我演物中邪东皇帝 那可不行 那太棒了 您看能看出这张册的是什么吗 咱们现在这个角度看不到 得太远一点 这是这个亭子的保顶 这就保顶 就最高的那个 对最高的那个地方 这就能看到 这是上面的 这个是它旁边那个 对对对 那个擠 那这层树肯定就是 当时要人爬到这个屋顶上面去才能 所以就刚才我们看那照片 脚手架那些都是应该 上去上面 像这样可以看出 实际上画图是想象的 并不是太准确 真正准确的是这些数字 数字尺寸 所以两个人得配合 那天上午是不断地上下吆喝 我估计像往上走这种事 还得我上去 因为这安全问题 肯定得保护人 我年轻我可以上 我年轻我可以上 我比您再年轻一点 对 我们一般是让体重最轻的人上去 这样保护文物建筑的安全 你看看 你不是说我的吧 哈哈哈 哈哈哈